因为是有民众路边停车时疑似车格太小 加上还要闪避后方围停机车 结果车轮是压在了隔线上面 而且车头还超出一截在红线区 因此被认定违规脱掉 民众不满投诉 但警方拒绝撤单 也表示如果车格划设不服规定的话 民众可以依法申诉 路边停车格一辆黑色BMW看似停在框内 但车子后方留了好大一个空位 仔细看车轮压线前半部超出停车格在红线上 警方到场认定违规开单脱掉 民众直言不合理 新北市一名民众投诉去年12月底 他停在中和这个路段 为了闪后方围停的机车 因此车子停放超出停车格 附近民众也反映着车格化设 真的有点小 一停车格设置规则 正常的车格长5到6公尺 宽2到2.5公尺 但是车格长只有4.5公尺 让驾驶很不满气的申诉 它很难停啦 因为它斜斜的长一点比较稳 我有停在格子里面就好了 会多走都觉得梦里行妙啊 若停放范围超出车辆停放线 进入禁止临时停车线上 属于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6条 第一项第9款 停车位置不易规定 车轮及车身不得超出隔位 避免违规情形发生 交通大队提醒停车时 车辆要完整停入框线 若停车格太小 不符规定被开单可以申诉 提醒民众别以为停在车格内 就有免死金牌 停车太过随行或停车格太小 硬要停入小型荷包失血 台北综合报导